大家好,有时候让我说了美国限制共产党员入境这个事儿 让我谈谈怎么破解,未来中国怎么应对 我说过,美国现在这个意识形态会加强与中国的对抗 那限制党员入境其实证明了一点什么 证明了美国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员的思想 和平演变,为什么呢,你想和平演变 首先得让党员接触到西方,那现在党员都不能去西方 党员很难进入西方,是不是这个思路 这些党员,那西方已经放弃了和平演变 割之前的话,像苏联呢,还有一些共产党国家 他是什么呢,他是欢迎这些党员,共产党员到西方去 看到西方的先进,那这些党员呢,回过头来会像 戈尔巴乔夫一样,进行和平演变,放弃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思想 转变,转变态度,开放 那你看啊,和苏联时候不同 美国是反其道而行之 不让共产党员去美国了 我觉得这个和苏联时候不同了 就是中国人再去美国,不会把美国当成是天堂一样的 所以美国人也认识到了 想给洗脑,或者是想用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制度 还有美国的这个市场的经济 来刺激中国,来让中国和平演变 来羡慕美国,羡慕美国的制度 已经不好使了 这是第一点啊,那就美国已经承认了失败 之前和平演变中国的失败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 全部失败 大家想想你八九年那个时候 那帮人为了一个耐克尔鞋 为了可口可乐,都可以是吧 出卖这个出卖的国家 直接要什么,要美国出兵 是吧 直接在天安门喊 我要耐克尔鞋,我要可口可乐 现在还喊的那个 你现在到北京,你天天喊 我要耐克尔鞋,我要可口可乐 所有人都瞅他 神经病吧 是吧,几块钱一瓶可口可乐 你随便喝,喝死你 耐克尔鞋现在没事穿了 谁穿耐克尔鞋 现在都是那种特质的 那个鞋底都特质的鞋 谁天天穿耐克尔鞋 天天跑步 选择很多呀 现在高档鞋 耐克尔不是什么高档鞋 你可以看这个变化 所以就是美国现在和平演变中国 手段有限了 证明了他之前和平演变中国的失败 也证明中国呢 这几十年发展啊 确实是让美国 感觉到了威胁 就是自己啊 他的那个社会 去过美国都知道 美国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啊 那么发达啊 有些地方还不如中国呢 所以呢 和平演变已经失败了 那他现在呢 限制啊 限制党员入境 首先就是签证嘛 原来给十年的签证 现在只给一个月啊 党员和职系亲属 只给一个月 只一个月呢 单次入境 那就是说你来 你要报备 共产党员来美国要报备 可以让你入境 但是你要报备 一个月必须离开啊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一种 限制共产党员签证的做法 其实不会影响 大多数共产党员啊 因为在国内 你应该知道啊 就是国有企业 只要是党员 还有党政机关 只要是党员 都会把什么 把护照收走 而且要登记 有些那个国有企业 那个高层领导 护照都不给你办护照 不会给你办护照 你想走都走不了 就是对高层的党员 实际上美国这个政策呢 更多的是 更多的是一种表态啊 就是对高层那些党员干部 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想出国 美国不 美国就算让他们去 共产党也不让他们去 都限制他们 所以这个是个现实啊 所以呢 针对的影响最多的 还是普通的党员 中国大多数普通党员 那他们呢 是一些这个公职人员 所以呢 影响最多的应该是一些啊 普通的公职人员的党员 和普通的老百姓里边的党员 那这个影响呢 是为了分化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那美国这个办法呢 是有用的啊 但是破解呢 我现在讲一讲 破解的方法就是开放 因为他呢 想让你脱钩 其实就是想让什么呢 想让中国和世界脱钩 想让中国 人民和和共产党之间脱钩 那解决办法就是开放啊 首先第一个就开放互联网 我提几点啊 就是开放互联网 因为开放了互联网以后呢 我觉得会破解美国啊 这个针对共产党的这种封锁 就是他越封锁你 越把你往这个封闭空间逼 你越要开放 那你不要闭塞 反而要开放 所以我觉得后续啊 中国的互联网开放 可能要提倡是一失日成了啊 网络空间开放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要开放 社会开放 首先社会开放就是什么呢 你不让党员去吗 你不让党员去 那可以让外国人来吗 对吧 这也是化解的方法啊 那就是说刺激 刺激外国人到中国来 对吧 欢迎外国人到中国来 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种交流 中国和外国的交流 也不会中断 你既然不让我们 中国人去国外交流 特别党员啊 可以欢迎外国人来 来中国 这样的话党员啊 也不会和这个世界脱钩 另外呢 中国人民 对吧 也不会因为感受到 好像是啊 区别对待了 他在国内和在国外 其实他会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呢 共产党 他不会被显示 被突显出来 也不会说 与中国人民脱钩 也不会与世界脱钩 他只要想把你往封闭空间挤 你就反其道而行之 绝对会化解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为难的 那最后美国恐怕会得不偿失 因为没了竞争优势 中国人多 开放以后 进来的人呢 进来的人呢 想影响中国 对吧 想要和平演变中国 影响中国人 很难啊 中国呢 现在被美国和平演变 希望不大了 美国也认识到了 那中国开放并没有什么危险 出去的人呢 大量的人出去 会有一部分人出去 出去以后呢 实际也不能影响太多 因为他在美国实际 也没有什么身份 出去的人没有权利 他都普通老百姓 不是党员 那你不是党员 你就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政策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政策 并不会影响到中国未来 未来的发展 这就我现在想的这个对策啊 我再提一点啊 就是共产党千万别阻挡 中国老百姓出国 我现在担心未来有个什么政策呢 就是你不让党员出国 欢迎共产党呢 就是说 你不让这个共产党员出国 然后呢 欢迎出共产党以外的 普通老百姓出国 给老百姓十年齐签证 甚至入境很容易 老百姓可以去 共产党不上去 我就怕共产党出了个什么政策呢 我限制中国人民 是吧 办美国签证 或者限制你获得护照 就是我共产党员出不去国 你普通老百姓也出不去了 那我就这样的话 最后会造成什么 普通老百姓和共产党员之间矛盾 那普通老百姓会觉得自己啊 受到骚扰了 谁受到骚扰 共产党 那这样的话 就是我刚才讲的 会认为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群体 那我们跟他不同 对吧 那这样会对共产党产生一定的反感 而美国这个 他的这个计谋就得逞了 所以我说千万要注意 不要限制中国老百姓出国 而是像我刚才讲的几个办法 第一 欢迎外国人来中国 欢迎外国人 特别美国人 你可以让美国人来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限制中国人民出国 那共产党呢 我觉得共产党员啊 他这个出国就相对麻烦了 那就只能是这样的 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十年 十年之内 中国和美国这个竞争期内 共产党员都要遭受这种冲击 因为美国会把这个 制裁共产党这些政策会升到最高级啊 这只是开始啊 后续还有更严格的 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吧 慢慢要适应啊 这就是未来十年以后 中美啊 这个关系的走向 会越来越针对共产党 而化解的方法就是开放 我今天一个主题就是开放 他越是想让你封闭 你越要开放 而且要有信心 有自信的开放 未来可能其他国家也会封锁共产党啊 就不让共产党员入境 未来的 我记住啊 未来拜登上任以后会联合盟友一起搞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美国一家 我大不了不去美国了 会联合其他国家的 会有一些跟着美国的盟友一起啊 那些那些盟友会一起干的 特别是欧洲啊 无眼联盟这些国家 你们要准备啊 不要想光是美国一家 那未来升级 中国要开放 千万不要让普通老百姓认为 是吧 共产党是个特殊群 特殊化 对吧 我们被共产党 是吧 耽误了我们 就让老百姓有这个感觉的话 那就美国得逞了 我觉得共产党这个后续的政策 后续的做法 就是开放 越来越开放 甚至互联网也要开放 互联网开放是个 我觉得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啊 他现在是想把你往封闭的地方挤啊 你越封闭他越好弄你 明白吗 他现在想把共产党员封闭起来 封闭到某一个空间里边啊 挤压他的空间 你越开放 其实你的空间越大啊 现在到这个道理呢 其实很简单 他越往你把你往一个角落挤啊 你要什么 要去开放 开阔的 开阔的地带 这样他没办法把你挤到角落里 你这个变通办法很多 那我就今天简单讲一下我的看法 核心就是开放 对付美国这种制裁 核心就是开放 我觉得 咱们普通老百姓啊 普通老百姓跟这个政治也没什么关系的 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党员受到冲击比较大 党员 但实际上真正的能影响到中国社会那些党员 共产党也把他们控制起来了 他们的护照是出不了 他们那个护照 好像都是被共产党已经没收了 对吧 你想出国得提前申请 是吧 然后发给你护照 我反正我听说国企是这样的 现在有些私营企业的这个领导干部 有些是党员的 也是不能随便出国的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政策呢 对普通党员影响更大 所以呢 制定的政策主要是要倾斜 倾斜向普通老百姓 普通党员 那美国封锁他们 那中国这边就要开放 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就刚才我讲的 欢迎外国人来中国 然后呢 更多的开放 让怎么说呢 让互联网开放 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出国 对吧 不要设障碍 这是姐姐的办法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 如果觉得自己的生活会 因为这个事呢 没有受到影响 会更加支持共产党 因为他觉得共产党 现在遭受的这个打压 而我们呢 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反而会同情共产党 反而啊 共产党会得到同情分 这个政策一定要弄得 怎么说呢 弄得非常非常怎么说呢 针对老百姓 针对所有党员 落到实处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 怎么说呢 这个政策对他们没有影响 甚至你还替他们考虑 共产党还替老百姓考虑 而没有什么为难老百姓 就你记住 如果美国为难共产党 共产党如果下一步为难老百姓 那老百姓会选边站 选谁 选着站在美国那边 你记住老百姓是非常敏感的 他会认为共产党 你耽误我的生活了 你连累我了 那美国的这个计谋就得逞了 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跟老百姓形成对立 甚至要给老百姓提供更大的便利 让老百姓出国 让普通老百姓出国 让普通人出国 甚至帮助一些普通党员 是吧 也可以帮助你出国 就提供便利 开放 说到核心就是两个字 开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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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